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 看好你的小金库 单身贵族理财术 欢迎两位特别来宾 首先欢迎我们的叶昕梅 哈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接下来欢迎王少伟 大家好 我是房心专家王老师 自己讲 这两位很棒 年纪轻轻就都已经是买房子了 对 昕梅是几岁的时候买 三十岁 三十 最近嘛 对 对 少伟咧 我算是在十二年前买的 十二 他不然是讲那几岁 也是三十二岁 但是少伟就说 你三十二岁买房的时候 也是因缘忌讳 因为忙到必须买房子 怎么讲 就那时候因为我刚出道 我们就爆红嘛 5566 5566 然后我又跨团又有183 所以我 对 你是跨两团 对 那个时候我们是基本上 光是一团都已经不用睡觉了 更好我有两团 然后那时候会买房子的原因是因为 我父母亲觉得我这样通勤太辛苦 你那时候住家里 因为我每一天平均睡觉的时间不超过八个钟头 大概六个钟头左右 然后加上通勤来回又要半个钟头 一个小时跑就去掉了 所以我家人那时候那个时期就会觉得说 我把 近一点的 对 通勤的时间拿来补眠 反而是更重要 你那时候爸妈家住哪里 我那时候是住在板桥 然后就因为就是为了要争取睡眠时间 才会在内湖附近找房子 所以我的因缘际会是因为 想要找一个离公司 离电视台近的地方 然后可以让自己有充足的休息 那你怎么没有想到我就租一个就好了 怎么会想要买 那时候因为也是已经开始有在 有固定的主持节目 已经有固定的收入了 然后那时候 因为我可能个性也比较保守 我认为因为我家里的人 很早就觉得说是买房子是可以帮助你存钱 他们很小就灌输我们这个观念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 那时候有钱就想说 那买一个房子又可以存钱 然后又可以让我工作方便 那我觉得好 这是一个很好的投资 其实也因为我有那一次的因缘忌讳 买了第一个房子之后 我才发现 刚好遇到就是台湾房市的起涨点 然后我就觉得 什么年前 我的赚钱速度可能都还没有 房市涨的速度这么快 然后才会也因为这个 尝到了甜头 我才买了又买了第二间房子 因为他其实 他没有时间做其他投资 他都在工作 所以对他最好的投资就是买房 因为你房子你就放在那里 看你要自己住还是租给别人 都不用想 就是存钱缴房贷 存钱缴房贷这样 孙那时候你们老板 孙总有帮你们 一起谈一个什么优惠的价格 他那时候也很厉害 他是在 因为那时候刚好 我们几个艺人就是 等于就是有这个 意愿想要买房 因为那时候我们都租 就是我住家里 然后协制住在租房子 然后我们也差不多 已经忙到一定的程度了 然后孙总又刚好 他那时候买的附近 有盖了一个新大楼 然后那时候 房子还有大概四间的空房 孙总就说 干脆我们四间一起买 跟建商这样谈 然后反正到最后 建商就妥协了 就我跟鞋子各一户 然后孙总买了两户这样子 然后等于就是一个很好的价钱 进去那个 内湖 内湖这一个大楼里这样子 那真的是有因缘性 可是为什么说你住了六七年后 陪伴你的只有空虚寂寞冷 是什么意思 怎么了 是那一间房子有闹什么事吗 还是怎么 你单身你又没有跟家人住 你回去门一打开 冷风就吹过来 但坦白讲 那个时候的内湖的确会空虚寂寞 我那时候是 对 那个时候 我那时候是前后左右 都还没盖房子 我是住进去之后 才一栋一栋盖起来 是 你那时候买几瓶的 我那时候是五十几瓶 那真的蛮空虚寂寞 这么年轻 第一次出手就很大 就五十几瓶 真的你那个 其实我跟你讲 你越大 你一个人住越觉得越空虚 然后后来还有 有一些老师就跟我们讲说 你一个人不要住太大 因为你那个气 那个房子的气场 比你还强大 怎么可以 就是人的气场 要比房子强大才对 那你就找一个女主人 找得到我还会有 空虚寂寞绝的人 也对啦 所以那时候 我也因为一个人住这个 长时间住一个大瓶宿 真的觉得很空虚 我才后来 我才转到一个小瓶宿 大概我现在住的地方 大概二十瓶而已 然后就觉得刚刚好 而且住得也舒服这样子 那你五十几瓶 那个有卖掉吗 没有 就是给我家里的 跟我哥哥他们一家人住这样子 因为你要想的以后是 那你看他现在这个年纪 如果再反过来看 可能老师会跟你讲说 你都找二十几瓶了 难怪你一直单身 因为你怎么成家 你如果要成家 这个在我身上 它其实是没有办法成立的 因为我大瓶宿也单身 小瓶宿还是单身 所以就是你的问题 不是房子的问题 那也要看年纪喔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你一直单身 绝对不要怪房子 怪你自己 对 这房子真的有差 所以其实很多长辈 都会鼓励年轻人说 买房子就是存钱 就不要想太多 不然你没赚到钱 不然去唱歌 应酬去玩都花掉了 不如存起来 少一点应酬 都把它拿去缴房贷 最后就是一整笔 但是都鼓励大家 房仲也是这样讲 但是很多年轻人 就有很多问题 很多理由 比如说房价太高 房贷压力太大 对不对 租房子就好 不然就是说 家里有房子 爸妈有房子 以后就是我的 这些有理由 你们都没想过吗 我自己 你说光是 房价太高这件事情 除非你铁了心 你一辈子都不买房 因为讲 就之前有个广告商的台词 你终究还是要买车了 为什么不一开始就买欧洲车 就那个 你知道我以为是 这个逻辑 那我那天看到广告 我就通了 因为我终究要买的 譬如说现在的房子 假设一千万我买不起 那我就想要存存存 等到五年后 十年后我存到钱 可是房子也不是一千万的 也要两千万 所以你终究还是要买 你买一间房子 我不贪说我可以赚到多少 因为台湾现在的房市 已经没有像以前 成长速度这么快 可是起码有一点是 保值跟抗通膨 很多人都说 你那间房子赚了几百万 你赚很多 没有啊 如果我只有一间的话 我这间房子卖掉 其实我也买不回来 有些女生也会觉得说 我们以后就结婚 生小孩就这样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长辈会说 你女生你不管嫁好 或嫁不好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 算是一个财产 那你讲到嫁人 以后这个房子算 也就是我的啊 因为他们婚前的 就还是算自己的啊 那老公可以搬进来住吗 就不用买房子 如果还要搬进来住 我会 那老公就讲说 我们就不用买了啊 就你这边就好了 没有 如果这样的 我应该就不会嫁给他 你知道吗 真的吗 如果一个人这样 对啊 我会 不是啊 我还是会有我的说法啊 我说这样不好看啊 还是 谁的房子 对不起 亚房跟套房 你们会分吗 就是套房是房间里面 没有厕所 亚房是你要跟别人 共用厕所 对 我就想说 我会看我要租套房 我就看看就觉得OK啊 就觉得哪里怪怪的 说 这间没有厕所 我就说 房东你这个没有厕所 你这个算亚房 厕所 来 带我到房间门口 然后说来 你有看到吗 走廊的镜头有一间厕所 然后这边两侧还有房间 你说 我有看到 对 我说我有看到厕所 套房 老公就想说 我们就不用买了 就你这边就好了 没有 如果这样的 我应该就不会嫁给他 你知道吗 真的吗 我说这样不好看啊 还是 这间房子 你跟我买好了 因为我是为你 我是为你着想啊 你不能够你出去说 你住你老婆的房子 我怕你会抗社会压力 我是为你着想 不然你跟我买好了 对 我会有我的说法啦 对啊 其实我跟妳讲 房子最基本的就是保值 抗通膨 就是你现在 你以后可能什么都涨 你薪水没有涨 但起码你房子是跟着物价 一起上涨的 其实是可以抗通膨 那回头问你 如果交一个男朋友 真的什么都好 人也很好什么 但是每个月月光族 然后也没有买房子 你敢嫁吗 没有 要看他月光族的理由 就这个人有没有原点 看钱花在哪里 对 有些人 那花在你身上就OK 对 那是很好的投资 我就觉得这一个人 他的投资是很好的 对 因为你投资给我 我一定会给你一些回馈 这样子 对 还是要看 我觉得人要看他的 有些人是月光族啊 但是他 他也许父母是很有的 就是说爸妈 可能有上市上规的公司 我有遇过一个 不是有男朋友 但是他是朋友 他的确月光族 然后现金也没有很多 可是他有的资产都是股票 因为他们家是 上市上规的公司 他爸妈都是 给他股票跟股份 对 所以这种 也是怕要乱花钱 所以这种人我就OK 我也是等他以后走了 不然以后就不要这样 不过讲买房 邵伟真的是很棒 才32岁后 50平 所以你买房子 买到朋友 现在都会请教你 说你有什么心法交给大家 我其实蛮相信 就是你看到的采光跟格局 感觉 然后一进去的那个感觉 因为我算是跟很多人 去看过很多房子 所以我都会跟想要买房的人 分享就是说你 因为房子其实跟人 是有缘分的 对 就是你进去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说 我超喜欢这个房子 就是你进去 可能timing也对 然后那个阳光刚好射进来 你会觉得 这个房子 我住进来 因为觉得好舒服 好温暖 那我觉得八九不离十 你就跟他有缘分 那如果你的房子采光又好 又方正的话 那我觉得我就会 我就会push我朋友说 就是这一件 气场 对 你只要价钱谈得过的话 我觉得你那个第一个 感觉是很重要 对 很多时候是 你看到一个很喜欢的 可是 那个房仲跟你讲一个东西 然后屋主跟你讲的东西 老师跟你讲的东西 然后你就开始 那边犹豫不决 那再好的房子 我觉得你都抓不到 对 其实买房很快 然后你说什么 买房子不可以不看 只谈价钱 有人是这样子吗 有啊 你说很多投资客 他就是看数字而已 我觉得房子的这个 这个投资商品 跟其他的东西不一样 你一定要亲身去感受 这个房子 到底跟你的这个 关系跟磁场的合不合 你说的 你说的这种投资客 他真的是看数字 对啊 他买来很便宜 他有自己的装潢工单 对啊 他装潢的费用是我们一般人 装潢费用的恐怕 一半 对 便宜很多 然后他也知道什么材料比较省 什么材料比较便宜 或什么 他装起来 然后专门给一些 油纸啊 怕压力啊 对 怕麻烦啊 或者是没有预算装潢的 对啊 一心一看说 哇好棒啊 人家都装潢好了好美喔 然后这种就 冰掉或者就卖掉 我觉得租房子也是要你自己去感受 很多人都只是看照片 就觉得哇 这房子好像好好喔 好漂亮喔 好新喔 然后看到那个租金又便宜 对 他就直接跟仲介 或者是跟房东讲说我要租了 这个一定 买房租房 这一定要自己看的 没有那种 往路上看 不能够透过照片 因为我之前租房子太多经验 是以前有一阵子就是你照片漂亮 你再打过去 其实已经租掉了 亚房跟套房你们会分吗 就是套房是房间里面有厕所 亚房是你要跟别人共用厕所 对 我就想说 我一看我要租套房 我就看看就觉得OK 就觉得哪里怪怪 说啊 这间没有厕所 我就说 房东你这个没有厕所 你这个算亚房 你怎么讲套房 跟我讲 你也是租套房的价格 他说厕所 来来来 带我到房间门口 然后说来 你有看到吗 因为他那个就是走廊看出去 走廊的尽头有一间厕所 然后这边两侧还有房间 我说 那就是亚房啊 对 我说我有看到厕所 他厕所在外面 他说对 我说那就是亚房 他说没有 这两间都是套房 他们里面有自己的厕所 不会跟你用 那一间厕所是你的 你自己用 厕所 房间 套房 然后我说大哥 不是啊 所以你不用跟扁工 那一间是你专属喔 我说对 我洗澡或是怎么样 我出入 他说那你浴金要包多一点 我说是这个 是这个 房东都有自己的说法 硬拗 硬拗 对 房东硬拗 都会这样 来 李勤老师 什么样的风水格局 是旺家宅的好格局 是 的确就像少伟哥讲的 现在找房子看房子 人在找房子 房子也在找人 那我相信各位朋友 都希望自己居家的风水 也能够达到 我人才两旺这种 兴旺的格局 今天老师特立帮各位朋友 厘清了两个方向 各位朋友不妨为自己的家宅 好好检视一下 是否达到旺家宅的好格局 首先第一个 房子坐石有靠山 这个风水有一句话 山管人丁水管财 所以自古以来 只要我们的家宅后面有靠山 就代表我家中人丁兴旺 家中人丁兴旺 就代表说长辈长寿 长辈长寿自然就衣食无缺 所以这三者加起来 我的房子坐石有靠山 自然而然就成就了一个 旺家宅的好格局 重点是有安全感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常常在讲说 我的背后有靠山 我住的安全 我的贵人就多 道理在这边 可是演化到现代的 这个建筑 那现在后背有靠山 其实它已经被简化成 只要我的住宅后方 由我跟我等高 或者是略高的这个建筑 它就已经称之为有靠山了 是 它能挡风 对 它可以挡风 好 那只是 针对这个有靠山 要几点了 就要特别提醒 首先第一个 我们不能够形成高压 高压的定义是什么 如果说我家是在三层楼 那我后面的这个高度 如果是高于十层楼 比方说十四层楼 那就构成了高压 第二个 如果说真的高压 那怎么办 因为现代都市常见 那我的楼跟楼的距离 不能够小于十五公尺 要大于十五公尺 那这个高压的这个情况 它就能够缓解 第三个 我后方的这个后靠 我不能是奸行的 比方说有一些 这个西方的教堂 它的屋顶是奸行的 如果我的后靠 是这个奸行的教堂 那就不行 那如果说我后方的这个后面 是中国的庙宇 它有这个尖的尖凸物 凸到我的后背 这也不行 那最后一点要特别提醒的 就是我的后方的这个建筑物 不能够是废弃屋 因为废弃屋 第一个它代表是 它聚集的阴气 晦气 病气 还有所谓的邪气 那这些背气 如果在我们的背后的话 自然而然对我们家宅的家运 就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那以上就是第一点 那第二个呢就是 它说你那个巷子很窄 就旁边停摩托车 那个计程车进来 还要注意那个后照镜 会不会被撞到 你的巷子这么窄 连计程车都不想来载你 然后你有时候 你如果下班又很晚 你这边都是暗向 我中午12点来 有够安静的 你觉得很安静很好 可是我觉得 对一个女生来讲 那个安全是不好的 再来你是艺人 早晚有一天会被拍的 你在巷子里 这格局也不对 你要找那个大马路旁边 被拍才拍得清楚啊 那第二个呢 就是阳光充足画摆上 那这一点其实就像是 邵伟哥刚刚讲的 在挑选房子的首要条件 就必须要采光充足 其实自古以来 阳灾风水 阳灾山药 门煮灶 可是演化到现代而言的话 其实就我的观点 阳灾山药变成阳光空气水 阳光指的就是采光 空气是通风水 指的是湿度 为什么阳光要摆在第一位 因为人 不管男人还是女人 都是属于阳性的动物 只要是阳性的动物 就需要阳光来补充自身的正能量 正能量充足了之后 我自然我的精神就会好 我的身体就会健康 只要这两者满足了 我的事业 财运 家人感情 自然而然就会跟着好 那所以呢 那再加上 要特别提醒 不管任何坐向的房子 一定都会有好的气 跟不好的气 好的气就是财气 文昌气跟桃花气 好的气 它都喜欢向 有光亮的地方来扩散 不好的气 阴气 施气 晦气 病气 它喜欢向阴暗的地方聚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地下室 我们常在讲 这些不好的气特别多 所以家中如果说采光不好的话 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 那最后提醒几点 就是如果家中本身采光条件就很好的话 当我们出门去上班 家里比较没有人的时候 建议我们把窗帘打开 让阳光自然而然的透进来 那至少能够为家里面 进行一个最基本的厨绘 第二个如果是在主卧的话 那特别是这个主卧的床 床的话尽量还是要照到自然采光 不论是因为我的健康的关系 特别是夫妻如果想要怀宝宝的 女生妇科有问题 男生肠胃比较不好的 这个采光就更重要 那第三点 那我相信有很多朋友 他们比较注重隐私 所以他们就习惯呢 就是我窗帘一定要拉起来 但这样子真的不是很好 那我会建议我们在窗里 我们可以多用一个纱帘 纱帘它的好处就是说 我在视觉上 我可以有个基本的阻隔 但是我的采光不会受影响 对 或者是说现在有很多人 用这个调光帘 或者是这个木柏叶 或者是我们贴上这个 雾面玻璃贴 哪怕是用这个长红玻璃 这些都可以 那以上两个方式 提供给各位朋友 作为参考 谢谢老师提醒 所以阳光很重要 对 来 欣梅真的很棒 欣梅这个小女生说 二十岁的时候 自己存钱 送给自己一只喜欢的手表 对 三十岁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是送一间房子 对 超赞 因为生日前几天 我就有在看房子 我就一直想说 要等哪一天有空 我要去约看 所以我就约了一间 在我当时租屋处附近 然后他就是 当时住在哪里 我当时也是住在松山 就是在华氏附近 然后呢 我就去了 那个是在光复南路的巷子里 然后我进去以后呢 那个屋主本身就是设计师 所以进去里面 哇 我好喜欢 那里面已经弄得 大概七七八八 就是很漂亮喔 设计什么 我都觉得哇 就很喜欢 直接可以入住的那个 对 就是你 就是拎包入住 现在都流行讲这个 帮我看个房子 因为你做装潢 你可以帮我看一下 好 他就上来 然后就晃了一圈 然后就跟屋主说 好 可以 我们再联络 好 可以 就把我带去吃饭 然后我就说 你怎么走得这么仓促 是发生什么事 你还是你有什么灵异体质 对啊 你觉得怪怪的吗 我就很害怕 我就跟他讲说 好 你给我一个 你不喜欢那个房子的理由 好不好 然后他就说 不是 因为我要跟你讲的是 我本身是做装潢的 房子里面的事 只要你有钱 都可以解决 就花多花少的问题 可是房子外面的事 是人为解决不了 那你 他在楼下等我嘛 他说你那个巷子很窄 就旁边停摩车 那个计程车进来 还要注意那个 后照镜会不会被撞到 你的巷子这么窄 连计程车都不想来载你 然后你有时候 你如果下班又很晚 你这边都是暗巷 我中午十二点来 有够安静的 你觉得很安静很好 可是我觉得对一个女生来讲 那个安全是不好的 再来你是艺人 早晚有一天会被拍的 你在巷子里 这格局也不对 你要找那个大马路旁边被拍 才拍得清楚啊 你知道 然后我就 他一讲那个 我跟你讲 他最后说服我的事 你要告诉别人 你的格局有多大 不要巷子里面真的不要 然后他就还有一点是 那一间是公寓啦 他是没有电梯 然后大概在二楼 然后他也觉得二楼会有很多管线经过 什么也不好 所以他就跟我 他其实他讲那个有点通路 因为我觉得我们真的有 如果有 有时候看忙会急 对 会看着急 已经就很烦了 已经很烦 烦到这个忽然开始 就会是 这个可以啦 这个可以啦 这个比前面都好多了 对 其实还是不行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好 那我的预算落在哪里 然后你松山去了 你帮我找 因为他以前在民生社区长大 然后他有时候还会去那边 那个家庭理发 他就说他去那边洗头 他要带我去 我说我要去干嘛 他说你不懂啦 很多那种民生社区阿公阿嬷 都去家庭理发还愿洗头 你就去问那个理发厅的老板娘 哪边有房子要卖 他最清楚 就我真的一进去 一进去跟那个家庭理发厅的阿姨 打听 那个阿姨比里长还清楚 他说妹妹你要买房 你几岁 他要这么辛苦喔 好 我跟你讲 他就跟我讲了 哪一天 你这前面出去左转啊 哪里有房子要卖啊 然后那边 前几个月成交价是多少啊 阿姨比仲介还专业 我跟你讲阿姨超专业 阿姨还会 因为他带我第一次去看的一件事 我跟你讲 那个阿姨也很妙 他就是刚才跟我 还帮我看八字 他自己有一个什么 紫威斗树APP 说来你几月出生 三月三月是不是你什么人 什么行什么人 然后还跟我算金木水火土 然后就说 我跟你讲你要看的房子 在那个七楼跟二楼是最好的 结果他帮你找到那间是什么 那两间 一间在二楼一间在七楼 我想说阿姨你行不行 你是不是在哪里啊 那个房子是不是他的 对啊 有的管理员帮忙仲介房子 或是有红包的 对 有 然后我跟讲 他进去我们看完啊 他还说 你们等于你们先 你们看怎样我去上厕所 他自己自告份有去上厕所 然后出来跟我说 我跟你说我刚好帮你按 那个马桶水 那个水管OK 马桶水柱很强 你知道那个阿姨真的是 就是很精通啦 然后他就是 就这间怎么样啊 后来就是他那一天 带我看了两间 那两间其实我都蛮喜欢的 然后有一些是 你不可能所有 你要的条件都要好 什么采光好 格局方正 一定有一些是 你自己可以 就是做牺牲 然后因为我自己那一间 其实他的采光没有到很好 所以刚刚李行老师说 那个采光画百哨 我真的很错啊 你知道吗 对 但是我那一间采光不好 可是我自己心里面也想说 没有不好 你是几楼的 我跟你讲那一间20楼 但是我在7楼 所以他是在 7楼采光也不错了 他是在中间 但那一间很妙 他10楼以下是你可以住上混合 就是你可以登记工作室我干嘛 所以我就 不差不差 对 我那时候就是采光好 没有那么好 是我自己可以妥协 刚好我又咬着这一点 是我可以跟房东杀价 所以我就 杀多少 我杀了200 就是他还 但差不多啦 因为其实我后来去查 他买到的价钱 他其实是多了大概100多万而已 就他赚你100多万 对 就几年赚你100多万 5年赚100多 但是他这五年都是租给别人 然后我当时买那一间 他是带租约 他租3万块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算你这五年都租给别人赚了钱 还有你这个卖价赚了100多 其实你是OK的 那其实我当初买呢 我心里面也想 这一间就算我以后换了大房子 我还是可以租给别人 因为那边的行情 现在就有3万了嘛 那以后可能行情是比3万更高 就在这些综合的条件之下 我最后才买我现在那一间 松山区乌龄30年 全壮16坪 全壮18 全壮18坪 使用16坪 对 头七款500万 你住进去第一天有什么感觉 我跟你讲 其实他们在做事的时候 常常是以自己开不开心为出发点 就是 当然我们难免有一些社会上的世俗的压力 但我就会觉得 今天如果我不开心 做起来就很别扭 可是我很开心 对自己觉得这是我想做的事情 我就会很认真投入 好 那当然工作那么辛苦 赚了钱要给谁 就像刚少伟讲的嘛 人生那么无偿 那当然首先要对自己最好 所以你很开心买了第一间房子 对 然后 你住进去第一天有什么感觉 我跟你讲 其实我买到 我不知道你当初是不是这样 因为我其实在台北十年 我在台北十年 我租了十二间房子 就每一个区我都租过 我住了十二间 那住进自己的房子 对 我住到自己的房子 然后其实这十年来 你会有很多想象 会觉得你第一间房子会是什么样子呢 怎么样怎么样 结果你一住进来 你当然因为我中间也是自己找公班来用 其实弄得也是心很累 然后你住进来就觉得 就这样 你真的会 你就觉得 就这样 你就觉得那我在 有一段时间我就会觉得 那我还要努力吗 但后来我就觉得不行 我其实有花了 大概几个月的时间稍微调试 我就觉得说不行 我要在下一个目标 我要换更大 然后地点更好的房子 不然我会突然觉得 我好像瞬间失去动力 第一间房子 绝对不会是你住一辈子的房子 你会慢慢换 你有能力把它还完 慢慢再找到 适合完全适合自己 对 因为以前是你有闲钱 你会想说 我怎么样用这一笔钱去 钱滚钱再换更大 可是因为你买 你头期款都丢进去 你根本你没有闲钱 你就只能赚 所以那时候你的目标就是 OK 我的目标就是还房贷 然后再来就是 赶快再找第二间 新的房子有目标 说你为什么是 买完了第一间房子 你就去做健康检查 然后我就发现 对 我以前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很乐观 可是当你有了房子以后 你开始会担心 想说完了 如果到时候真的突然怎么样了 那这个房子要给谁 然后就说 这房子的贷款怎么样 就很担心 很担心 然后我就想说 不然来做健康检查 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就绪 要人生重新开始 重新来赚钱 然后重新有目标 做健康检查 结果一做以后就发现 心脏不是很好 就是什么 那个过性 痘性心薄过缓 就是我的心跳跳得比别人慢 比如说你们跳三下 我就跳两下而已 然后什么二间 二间半摩托锤 二间必所不全 三间必所不全 就是一票都是红字 然后我就开始很紧张 我就把这件事跟我妈讲 然后我妈就说 不然再帮你买一份保险 然后我姐就说 我们那天家里在吃饭 然后我姐就想说 不然你身体也不好 你不要给自己那么多压力 反正你就是 能还先还利息就先还利息 反正你也不用急得还本金 反正你以后你就是 你以后也不知道是会怎么样 然后我就说 也不知道要留给谁的意思 对 然后我就说也是 我就说你不用担心 因为我下一代的话 我们家现在就我姐姐生一个小孩 我外甥 我很疼他 就一个男生 我就说我跟你讲 我以后真的怎么了 我这些都是你儿子的 然后我姐想想 那你还是还本金好了 我不想我儿子这么累 我拜托你力气还完 你还是要还本金 这个二十岁买表 买喜欢的表送自己 三十岁买房子送给自己 我们问Amanda老师 哪些星座的人 很懂得犒赏自己 对 今天我们从星盘当中的太阳月亮 以及跟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观 很有关系的金星 以及上升星座来看看 有上榜的朋友们 真的对自己其实还蛮好的 首先第三名 如果有落在狮子座的朋友 我们就认为钱赚来的就是要享受 我看一下稍微的上升狮子 所以有上榜的 确实很多狮子座的朋友 他们在做事的时候 常常是以自己开不开心为出发点 就是当然我们难免有一些 社会上的世俗的压力 但狮子座就会觉得 今天如果我不开心 做起来就很别扭 可是我很开心 对自己觉得 这是我想做的事情 我就会很认真投入 那当然工作那么辛苦 赚了钱要给谁 就像刚刚稍微讲的 人生那么无常 那当然首先要对自己最好 所以他们花钱花在自己身上 是很常见到的 而且有很多各种的理由 会有这样的一个特质的 第二名呢 如果是落在金牛座的朋友 我们一样会用一种比较实质的方式 买很具体的东西 来慰绕自己的辛苦 你观察金牛座特质墙的人 基本上他们还在 没有真的很有成就的时候 他们是能够过苦日子的 可是他心中会有一个小小的目标 他觉得当我完成了我的目标之后 我要买个什么样很具体的东西 这个来奖励自己我过去这段时间这么辛苦 比方说是他觉得说 如果我很 我觉得我可能现在名下也是清清白白的一片 好那当我呢 如果存款能够存到了这个第一桶金 第二桶金之后 好那我去真的是付了首付 买一个房子 或者买一部车子 这也是他们很实际 犒赏自己的一种方式 会用这种 我未来有一个具体的东西 让自己去继续努力的一个目标 第一名呢 如果是落在射手座的朋友 我们说会激励自己继续努力 对 上尾的太阳射手 我们刚刚讲了 狮子跟金牛他们买的东西 好像犒赏自己的方式 都是很具体 对不对 很花钱的 射手座除了会花钱买具体的东西之外 他们还会用一种比较知性的方式 射手知性 射手 你不要对射手有误解 对 射手是能文能武的 真的是这样 我们像这样讲 有一些射手 也许像上尾哥吧 他们比方说 他当然像你说买房好了 可能是一种很具体的东西 有一些射手他们觉得 我人生定了一个小目标 他不一定会去买一个很具体的东西 他可能说 好 要不我去找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都没有人去玩过的地方 我做一场很独特的旅行 好 因为现在可能有疫情 他没办法走 但是以前可能就会做这样的一个行为了 好 可能我去一些很特别的地方 或者是 我想要学什么东西 我已经想很久了 我去交一点学费 让我去有一个新的兴趣嗜好 这是射手会犒赏自己的一种方式 老师 你是不是近期有在follow我 因为我 你最近在干嘛 我最近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大概真的就是 花了大概两百万 我买了一个露营车 然后上山下海 然后住在车上 然后到台湾去探索许多秘境这样 然后很多人都看不懂我在干嘛 可是 其实某一部分 就像大家讲的 就是车子是花钱的 可是我去享受大自然 这其实大自然是不花钱的 所以射手的知性还是也是很酷 其实展现了就是 他的知性还是星星月亮 是的 他们其实有 沙滩这种 他们很有自己的一套人生观 应该这样讲 有些射手座 大家就觉得你说像你买了 这个车子是很实际 有这个两百万的钱 但对射手来讲 他真的重视的不是这个钱花在这里 是说我的内心的一种 好像这种 我想要做的一种事情的满足感 对 那我们可以像刚刚两位的来宾 这种心盘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像我们说少伟哥 他就是因为是尸子跟射手 他确实很多的这种享受 犒赏自己 他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做 就是比方说 你可能想要买房 买房是 你真的会觉得是 犒赏自己的一个方式 买露营车出去旅游 也是犒赏自己的方式 那星梅虽然买房也是犒赏自己 可是他有一点比较不一样的是 他的这种很多作为 他带有一种未来导向性 目标导向性 就是比方说星梅可能会觉得说 我买房 固然是犒赏我自己的生日礼物 可是因为我没有房子 我会希望我在未来几年 能够有智惨的这件事情 目标完成 所以他会做这件事情 这是两个人心盘上面 最大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他其实是很直接 就知道他对自己很好 然后我其实 我对自己其实不好 就是我看似是犒赏自己 可是我另外一面 我在给自己压力 就是我会让我自己知道说 这个是我未来的努力方向 来很多朋友年轻的时候会想要创业 这个邵伟是这样 房市上很幸运 有家人的提醒 老板的帮助 对不对 年轻就买到房子 但后来自己你投资 开了面包店 对 说我们知道你开面包店那阵子 你也很认真 但是缴了多少钱的学费 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 对 缴了八位数的学费 创业完之后 我更确认一件事情就是 这两颗心在财伯宫 简单来讲 就是保守 对理财是很保守的 而保守的人想法 其实就是保值 比较重要 我能够保值 我不是为了要赚快钱 我不是要贪大钱 但是我能够保值就好了 所以像这样的天机太阴的人 我们知道你开面包店那阵子 你也很认真 但是缴了多少钱的学费 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 对 缴了八位数的学费 对 创业完之后 我更确认一件事情就是 你还是 房地产还是比较好的投资 对 那个时候就是一股热 就是想要做面包 汉堡 咖啡 这样子的一个生意 然后一开始当初我的想法是说 因为我其实自己的内心深处 我是享受在制作的过程 然后开始这个品牌推出的时候 我变成就像是一个 像公关行销的角色 每次媒体来 我就变成被推到最前面 我反而最想要做面包 或者是泡咖啡这件事情 我反而没有办法参与 然后都变成一直在面对媒体这样子 因为其实经营三年 其实已经慢慢步上轨道 最后为什么会产赔八位数 这个也关于到就是合伙人的关系 合伙人之中有一个人出了一些问题 他有一些自己的债务问题 然后变成说要挪用公司的钱 那也还好我的财务呢 其实都是由家人来保管 然后我的家人就一直觉得 这个品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一直听到需要很多的钱 然后我家人就觉得 OK做生意当然需要一点现金 走转是没有问题 那我的家人其实也是蛮保守 他只是提出一个合理的要求 就是说OK你需要什么样的钱 你需要什么样的资金 你必须要让我们清楚知道 比如说你厂商要钱买设备 或者装潢要钱 你一定要有一些单据 然后凭证 后来这个股东一直 都拿不出这些东西 然后才慢慢地发现说 其实这一个股东 他外面有一些债务问题 不要扛了 那也还好我家人 帮我挡住这一块 赔八位数字 你投进去这么多 最后是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忍痛就说止血 老子不玩了 因为我后来知道 这个股东在外面欠的这个钱 比我投入的八位数还来得多 所以你少赔 我等于就是说 不要让他影响到这个品牌 然后算是做一个清算 然后把账整个都列出来 请那个会计师 把所有的账列出来 到底这钱是怎么样的来去 到底说花了多少钱 都清清楚楚地列出来 后来这个股东才 才把整件事情 做一个了解 做一个了解这样子 陪八位数字 没有自己堆心肝这样 我觉得上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课 然后这一课让我清楚知道 就是股东这件事情呢 其实越单纯越好 不要跟别人 不要太复杂 而且最好财务这件事情 如果你要创业 或者叫做生意 财务这件事情 如果你是大股 你一定要自己来管 你千万不要把这个 重责大任给 是 无关紧要的人 对啊 谢谢 来来回到命理题 我们问张胜书老师 哪些紫薇命格的人 适合稳健的投资 是 我们从命盘的角度来看 财博公 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 每一个人对钱财的观念 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就从财博公的角度 出发来看 首先第一个财博公 天机加上太阴星这两颗 所以我刚刚看到 稍微你两颗都中了 你说小小姐 有没有 哪里 大一点财博 你刚刚那个放大就是了 天机太阴 有没有 天机加上太阴 这个红色数字是个数字吗 那个叫做十年的大运 岁数 你85到90岁的时候 走财博 你85到94 活到85才有大运 当然不是这个概念 是个年纪的大运 因为每一个人 你既然问到这个问题 很多朋友都会问 因为我们的大运 有顺时钟 也有逆时钟 像你这个大运 你注意看 对公叫福德公 是不是就会变成在 25到34 25到34就会走财博 这两个就叫对公 所以你这个大运的走法 你看你的命宫的位置 是不是在下面这里 有没有 然后你看你这样 123 它是不是顺时钟转的 如果你是逆时钟转的 你在50岁就会走到财博工了 你看如果是逆时钟的话 12345 所以不是说你80岁 才能走到财博工 而是你30几岁先走福德公 福德公跟财博工 我一直在说 它是你的生活态度 你的人生观 是不是跟你花钱赚钱的想法 也是有关联的 OK 所以不用去害怕 因为每个人不转 顺转或逆转 一定都会有这个问题 像有的人事业工 他也是很晚才走到 对 那我夫妻工怎么办 100岁才走到夫妻工了 怎么办 有走到就好 有走到就好 所以 了胜于无 所以不是在这样的一个思维 可是你看 你天机就它太阴 为什么叫稳健型 这两颗心在财博工 简单来讲 就是保守 对理财是很保守的 而保守的人想法 其实就是保值 比较重要 保守的人比较不贪 当然 他也不贪大的 我能够保值 我不是为了要赚快钱 我不是要贪大钱 但是我能够保值就好了 所以像这样的天机太阴的人 其实你刚刚讲创业 那真的是走错路了 反而适合房地产 你就演艺圈这样做 稳稳地做主业 不要有副业 你刚刚讲这个 我还要再跟各位观众 讲一个观念 比如说我们一讲到保守 就会觉得买房子是保守 那我问你 股票 做股票算保守 还是算风险高 股票也有保守的跟 对啊 如果今天你买股票 买存股 你是不是保守型的 你如果做当冲 你是不是属于高风险的 买房子 有人专买法拍屋 有的人就 我买的就是为了保值 所以千万不要用 你做这件事去做判断 而是你的心态 为什么要做跟怎么做 去做判断 那才是对的 所以刚刚讲天机太阴 其实你刚刚讲创业 并不是你不能创业 讲白讲 你这样有四个字 通常叫姑息养奸 你刚刚讲 为什么最后你学到 财务要抓在手 对 今天我们对朋友 我请你吃饭 请债贵 那都是欢喜感玩 对吧 可是你做投资 你怎么可以不看账 不看账 你不就在姑息养奸吗 他本来不想贪的人 都会觉得 我老板这么好 我没给他贪 对不起他 所以这就是他的性格上来看 你可以讲 你是在交朋友 不是在做投资 所以会出错 是必然的 这就是天机跟太阴 保守 天机太阴 是属于比较保守的 因为这两个 想得会比较细腻 然后比较不贪 你想财博宫最重要的时候 我如果很贪 比如说好 我们来看你的好了 我天机太阴是在夫妻宫 我对于夫妻是不贪 保守 保值 有就好 对 就是说 夫妻宫 但是你看你的财博宫 有一颗太阳 对 对宫是什么 天良心 天良 也是 好 我们来看 天良是老人 这两个你就直接中了 对 就说你是年轻妹妹 但是有个老人的灵魂 其实天良不能称为老人 这是传统的一个错误的观念 因为天良称为寿星 并不代表天良会活比较久 所以以前说天同叫小孩 天良到老人 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应该讲天良的物欲不高 对 你可以看到你的财博宫 代表的是什么 你看到存折的数字 增加的快感 远比把它花掉的快感高 对 有的人是说我有钱 一定要把它花掉 才会有爽 可是他说 我那个钱一直增加 那种感觉就不一样 像你那个信用卡 那个签帐 签名的时候 你会不会签的时候都这样 我都不签 我信用卡 那不是要写名字吗 我都不签 所以你都是什么 跑单不付签 没有啦 因为我说他那个卡上面 要写名字我都不会签 所以你的信用卡都不用就是了 不是 所以有时候就是 好了 这就是有时候的结账说 譬如说我来 然后拿出去 可能那个店员会说 小姐你这边没有签名 你要先在卡上面有签名 你签单上面才会有一个对比 可是因为你这个来来会的动作就慢了 别人就会 我来我来 谢谢 所以他的信用卡是装饰用的啦 就是好看 他有信用卡 但是不用 抢负账 今天我来我来我来 这边贴你 然后直接拿 今天带错卡的 他这个卡没有签名 不是我这边 这边在抢皮夹 我来我来我来 你什么时候拿得到啊 有啦 有一张是这个作用啦 有一张是这个作用 所以你看天良这颗星被称为宗教之星 对 其实宗教的关系就是我有爱心 我捐款我可以不落人后 可以叫我花钱花爽 我会觉得好舍不得 听起来好没天良 怎么会叫天良 天良就是老人家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讲 物欲不高 所以存钱的感觉 就会觉得很舒服很开心 再来第一个 简单讲这两颗星就是什么 精打细算型的 我花的钱要物操所值 我要觉得很值得我才去做 所以我存钱也是这么想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这三款为什么都称为稳健投资 其实讲白了也是什么 不敢冒险 所以富贵险中求 这两个就是说 我可以慢慢存钱 其实以前讲 勤俭持家 就这样的角度出发 就是认为勤跟俭就好了 大富是由天的 小富有俭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们讲 财博公看的是 你对钱财的观念是在哪里 谢谢老师 休息一下这段广告马上回来 货币是这样 就是我的选择的这个做法 是进可攻退可守 就是看那个汇率的高低 如果现在日币是涨 我等于就是 我的日币就留下来 或者是直接换成台币 因为涨嘛 我换成台币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在那边做民宿 我就等于就 也跟他一起投资民宿 欢迎回来民宿好好玩 两位单身贵族除了买房子之外 还有其他的理财方式 少尉你还能买外汇喔 其实我买外汇也算是比较保守的 因为我看的两个外汇 一个是日本 一个是澳洲 都跟我常去跟有一些 切身关系的货币 日本是因为我常去旅游 我旅游到后来 就是会一直看日币的汇率 然后到后来就是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在那边做民宿 我就等于就 也跟他一起投资民宿 等一下 你去玩是玩 投资民宿是投资 在哪里 也是在日本东京 货币是这样 就是我的选择的这个做法 是进可攻退可守 就是看那个汇率的高低 如果现在日币是涨 我等于就是 我的日币就留下来 或者是直接换成台币 因为涨嘛 我换成台币 如果跌的话 我就 我在台湾可以用台币买日币 对 先买 先买 然后我日币那边的收入 我就等于就是一直维持的日币 我就不换回台币 然后说澳币 是因为你侄子在那边念书 你也常去玩 你常注意的话 你会大概知道 多少钱你可以进场 然后多少钱是高点 那我通常都会在低点的时候买 那如果真的被套牢了 反正我的职职在那里会用得到澳币 我就给他用 那或者是说 我旅行也会常去澳洲或者是日本嘛 等于就是你在高点的时候 你不用怕被套牢 反正你都要去那里度假 或者是要去那边旅行 你都用得到啊 我觉得外币真的 所以都有顾得到啦 那说欣梅你这次买房子的同期款是 也存股帮了不少 其实我只要会买跟会卖嘛 然后就听人家讲什么什么 好 先加入观察名单就看看 真的有涨一点 就先买一张 真的有在涨耶 好 那再继续买 跌了 怎么跌了怎么办很紧张 但是因为它其实 就你涨最多的时候有赚多少 我最多的时候 我真的最多一只股票 就让我赚了三四百 三四百万 一只 对 一只 然后那时候是很狂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在狂的时候 是自己好不容易打工存钱啊 干嘛干嘛的 小女生呢也赚三四百万 我跟你讲那时候打工 打工存钱存到 你出道太可惜了吧 我为什么去 你应该去做 你也做股市啊 没有 开始尝到一点甜头了以后 我就觉得 我真的就是差在没有资金 你知道 可是我的个性 我不会去跟人家借钱 然后不是银行都会打来 然后我就觉得说 我可以借贷款了 好 那我就借贷款 好 那你就是信贷 就信贷扛了大概五十万吧 就加了原本的二十万 就七十万就进去 结果这七十万滚出多少钱来 滚到三百多 就三四百 然后那时候真的觉得 那时候不想上班耶 我还跟你录什么影啊 不想录影啊 真的 可是其实你久了你会发现 对 你那些钱没有对出来 没有变成现金啊 那个都是数字而已 结果你都没有对出来 他涨那么多你都没对 我跟你讲我真的都没有对出来 然后结果我朋友就说 我们有那种上跪但未上市 那个是无限的哦 要不要来试试看 我说无限的 我就先列入观察 那本来三百多就隔天变四百多 一天一天 那个股票就涨一百多点 一百多点是一张是大概十万块嘛 那你自己想你如果三四十张在那边 你每天是你知道吗 几百万上下 我还跟你主持 我还跟你录影啊 你知道吗 那时候的心态 买进的时候 大概一个礼拜吧 三百多涨到大概六百多 是返备哦 我的身家我都觉得我不一样了 每天都坐计程车 还骑摩托车啊 坐计程车上下班 结果我跟你讲 那一张我跟你说 那一张最后我卖掉的时候是一百多 一百多 所以我等于前面两三年赚的 其实在那一张就整个赔掉是归零 但是我好险是因为我自己其实有对了一百多万出来 然后我就觉得说 OK这个一百多万是我最后的存款 所以我把信贷还清 然后我身上剩几十万 那几十万我就觉得 其实我自己的心态 我很清新 我有调试好 因为当你在 你人要往上冲的时候 那个是天花板是没有顶的 你随便怎么做梦 你要买什么 我买飞机买游艇 都不可怜的事情 对 可是当你回归到回来的时候 你要游减入奢很易 游奢入奢来 你回归到最后你真的会觉得 对 我每天就是 出来跟大家聊天 然后工作 我觉得很开心 我很满足 可是我那时候真的没有在做任何投资 是因为我想 我赚这么多钱 我要的是什么 我要的是一间房子 那我现在可以买一间房子 我为什么不买 我问张胜书老师 张胜书老师 哪些紫薇命格的人 有钱不要买房子 要买股票 高风险的投资 就去冲了啦 这种人 就属于 适合高风险赚大钱 我们要打开我们的格局 不要让贫穷限制了我们的 想象 你看我们刚刚看到三个 所谓的稳健型的投资 像我们看 敢投资高风险的 财博工的组合又是什么 第一个 紫薇贪狼 就感觉这两颗星 欲望很高 耐性又不足 所以他就想要赚快钱嘛 怎么样叫做快钱 当然就是 刚刚讲的富贵险中求啊 越高风险才越有高报酬嘛 可是啊 这里我再教各位看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来 少伟 你看你的紫薇贪囊两颗星 我是在紫女宫耶 你知道紫女宫吗 所以我会多紫多紫 等一下喔 紫女宫的对宫叫做田宰宫 哎呦 卖方 田宰宫 所以你等于田宰宫就是紫薇贪囊 我告诉各位观众喔 你的财博工越稳健的 你的田宰宫就会越敢冒险 这就是紫薇斗树很有趣的地方 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以前人叫有土私有财 对不对 买房子其实是存钱 它其实不是乱花钱是存钱 所以你看你32岁就买房 是不是也很敢冒险 可是对这样子一个工位的角度出发来看 就觉得好安全喔 很有安全感的感觉 对 所以同样是紫薇贪囊落到财博工的人 他买房子他就没有那么热衷了 他会觉得太慢 他要快一点的 可是像他这样子天机太阴 你看在财博工对不对 紫薇贪囊就落到了田宰宫 是 所以你32岁买房你敢买50几瓶 你说看看是不是很敢冒险 对啊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财博工跟田宰宫 在紫薇斗树一定是一阴一阳的观念 一个越柔一个就越刚 所以再来第二个 五曲破均去落到了财博工 五曲我们称为财星嘛 破均就是什么 这个钱不花掉就是不爽啊 所以五破花钱如流水 这个以前郭敬成常讲的 口袋里好像破一个洞一样 不把它花掉不甘心 它是 对不对 可是你要花钱你就要会赚钱嘛 所以你要很会赚钱 你才能满足你的欲望 所以这也就是五破 敢于冒险 敢于去做不一样的意思 可是相对我们刚刚讲过 如果他是落到了田宰宫 是不是这时候买房子就很敢冒险 对 像我这个太阴 我就是属于这种 买房子很敢冒险的人 所以你刚一个三十岁一个三十二岁 对不对 还没打破我的记录 我二十五岁就开始买房 哇 我那时候只要一算租金跟贷款金额一比起来 好像是买个房子贷款比较便宜 红利就是这样 民国七十三年 在东华南路底 哇 那时候买一部宾室要一百万以上 买车比买房还贵 你不要告诉我我好心痛 我买18瓶 所以你就知道我胡子比较白是有好处 这叫做年纪的红利 我们当年房子就是这么便宜 长了快二十倍 对啊 所以啊 买房子我就敢 为什么我刚刚讲过 租金我就觉得那是费用 好浪费哦 就没了啊 对 可是付贷款就钱 那个房子就是我的啊 所以我宁可就是我把赚的钱 通通去付那个我也甘愿 然后而且这样可以逼自己存钱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五曲破均 落到了填载工跟落到财博工 他对钱的思维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 比较感冒险 对 所以这就是各位在看 两个工位的差别所在 但感冒险有好也有坏 当然了 当然了 感冒险的人赚得很快 亏得更快 还好有补后面这一句 对啊 不然大家都冲了 而且感冒险的像这样的面板 不是说一定会赚钱 他越赚越得意 得意到最后忘形了 好 孤注一职 最后输了全没了 对啊 所以这些人 便不代表一定会很赚钱 大起大乱 但是他敢于冒险 他是敢下 简单讲 他有5%的机会他就出手了啦 可是你可能要等到80%机会 你才出手 意义就变得 一个就是稳健嘛 一个就是风险嘛 再来第一个 因为大门是最主要的一个进气口 如果说我们今天开门出去 我们房子的气 如果是遇到一个向上的这个楼梯的话 它象征的就像好像我们这个鱼啊 鱼如果我们这个水要顺着河流向上游的话 这会非常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们开门进到向上的楼梯 就象征的说我们出去工作 会遭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 事办 事被公办 再来第一个 连针欺煞 所以你看行为你的连针欺煞 是不是又落到前载工了 对 就刚好是跟财博跟对工 就是刚好是两个相反的观念了 所以你想三十岁就买房 你也是敢拿 我存了那么久 存得累得要死 省吃俭用 买房一下全部放下去 对 但是你如果连针欺煞 落到财博工的人 对这样的人 他们其实赌性就很坚强 他会觉得 我今天玩股票可能还 不过瘾 我要当冲 当冲就这样的赌博了 对 他们其实不一定赚钱 可是他爽的感觉比较重要 他会觉得这样杀尽杀出很过瘾 可是你叫我慢慢存 慢慢存 不 他讲人无横财不负 对不对 他宁可赌到一支就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就是指挥斗术很有趣的地方 他的工位的组合 一定有他的意义存在 所以你看像刚刚你们讲 虽然我们财博工都很稳健 可是你们的田载工 就是属于我们三个可以坐下来聊 多买房子多爽快这件事情 老师 那如果保守型的人 讨老婆或嫁老公嫁到这种的 是不是每天都很紧张 提心吊展 其实不是 还是这个他们凑成队 每天一起冲 其实为什么我讲 夫妻要合盘 八字要合 就像今天有的人 像比如这样是比较冲的 对不对 刚刚你们的密码是比较节俭 对 节俭的人跟浪费的人 双方会互相看不顺眼 这就叫八字不对盘 你说我很节俭 我看到你这样 你怎么那么浪费 可是那个奢侈的人会觉得 你怎么那么没品味 这是一个观念 所以意义是不一样 所以要合了都对 如果不合 你再对的习惯 他也会觉得完全不合 哥哥不入 那我们两个其实蛮合的 还不错 对 也都单身 都算是节俭的 也都单身 也都有房子 又保守的 在一起 但是你休想叫我买你的房子 被发现了 好 来 来 我们这边问欣美 欣美你还投资黄金 其实黄金那个是姻缘忌惠 因为小时候就是 我妈妈她就有时候 譬如我十八岁的时候 她就有送我一条 那个黄金项链 然后因为她也没 她不是 虽然我是女生 但她很少去买一些 女生的饰品给我 有时候如果封年过节 可能就是一个 黄金的手链这样子 小时候会觉得 那怎么那么俗气这样子 结果后来 有一次我姐又跟我说 你知道那个黄金那个 你可以 你缺钱的时候 你可以随时进去 一间银楼就把它卖掉 结果我本来不相信 结果我大学有一次真的是 就是缺钱了 然后我就拿去银楼 说这个可以卖嘛 结果那个人就说 我帮你量一个重量量一量 就说你这个项链 大概就是八九千块 我吓到 这么贵喔 我好啊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说 对因为像 我有时候 我们现在长大录影 有时候工作是要有一些视频 可是如果我自己去买的话 很多人可能会 网路上看到好看的便宜的 那种几百块的就会买 你就会好看 但有时候慢慢久了 你看到一些有牌子的 好看的 他可能就要好几千甚至上万 但他那个就是 在买品牌跟设计费 他是没有办法让你变现的 是 所以后来我在买视频上面的话 我自己像 我其实穿耳洞是为了 有时候出席典礼或礼服 有厂商要戴耳环 但我平常私底下的话 我的耳环我就是会选这种 纯金的 对 因为他这个是起码 就你随时今天肚子饿 然后换一碗也没带钱 然后卡又不能刷 对 直接说来 而且好有趣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 以后跟心梅约会 不要看他有没有带卡 要看他有没有带耳环 耳环 还是带什么金链子 对 就是来 结账 我发现有些有趣的是 你有时候你去买视频 你买一买就在家了 可是你知道这个 你如果这个真的你带腻了 你拿去迎楼 你可以换 你可以以金换金 用重量换重量扣掉 看是他退钱给你 还是你再补钱给他 也对 你懂我意思吗 就我觉得这个 其实也蛮环保的 然后我因为这样 我去研究到黄金 我发现黄金存折 你在买卖的时候 因为你没有实体的黄金 拿出来交易 所以黄金存折是 算是最划算的 因为中间的手续费 是被扣最低的 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人 就有一些有钱的人 他无聊 他会想要去买金条回家放 所以实体的是比存折的 才要再不保值一点 因为你有拿到什么 对 还是存折比较安全 对 那如果说相较 这种金条 像我们这种四金的 就是再更不保值 但是是因为我用得到 我就每天再带 或者是我要拿去跟人家换 你如果都没有要用 你纯粹要投资黄金 那你就买黄金存折 是 是 是 来 我们这边问一下李行老师 今天两位来宾 都教了我们很多理财的方法 对 在风水上你也要教大家 这个招财补库的小秘法 那一般在招财之前 我们首先 我们要先为自己的居家风水 简定一下有没有一些煞气 我们要先进行化煞再招财 那当然那因为毕竟家里面 这个室内的格局 我们长时间居住在这边 如果说有一些煞气没有先行化解的话 那对于招财的这个效果就会打折扣 那特别是像新美 十年住了十二间的房子 所以我相信在接下来这些风水的问题 说不定新美也遇到过 首先那我们先来看 第一个因为居家风水门主造 大门是在第一位 那大门我出去就是外民堂 我进来就是玄关 所以大门风水的好坏非常重要 那以大门我们常见的风水问题 第一个开门见梯 它会导致我们漏财不断 因为大门是最主要的一个进气口 如果说我们今天开门出去 我们房子的气 如果是遇到一个向上的这个楼梯的话 它象征的就像好像我们这个鱼啊 鱼我们这个水要顺着河流向上游的话 这会非常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们开门见到向上的楼梯 就象征的说我们出去工作 会遭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 事被公办 那另外一种情况 就像是图上这个样子 如果我们开门就见到向下的楼梯 向下的楼梯其实在风水上 它有一个名词叫做卷帘水 它就相当于是我们家宅的宅器 我一开门之后我就顺着楼梯往下滑了 那往下滑的时候 不管是人的事业运 人的财运 人的健康其实都会跟着楼梯的一个趋势往下走 这是第一个不好的风水的影响 第二个呢就是出门碰壁 事业受阻 刚刚说了我们一开门 前面的这个区块指的是外名堂 名堂指的是我一个人在外的事业发展 一个人的事业的前途 那如果我一开门我就碰到了这个墙壁 这也代表说我在外的事业 人际关系会受到非常大的阻碍 好 那么碰到这些问题 一般我们在比较古法传统的印象 我们可以放这个山海镇或者是八卦镜来化解 可是现在随着时代的进步 特别是很多年轻人 对于山海镇跟八卦镜接受度不是这么高 那其实另外一种方式 老师建议可以摆放吉祥物 因为自古以来吉祥物非常多 有麒麟或者是有龙龟或者蛇龟 甚至是大象这些都是吉祥物 但是今天老师要介绍的是一个招财的秘法 所以最好我们这个吉祥物除了化纱之外 还能够招财 那么最常用的就是皮修 所以我们可以联想到在古代的皇宫外面 古代的宫庙外面都会摆放着皮修 因为其实所有的吉祥物 它的最招物以前的原始的功能 都是用来化纱 好 它这个皮修它的名字叫做 富甲红金宝皮修百镇 它特别在什么地方 首先第一个它的材质 它的材质是用红紫砂 为什么要用红紫砂 因为紫砂自古以来 它有富贵土的这个名称 所以在以前的富商名流 非常喜欢用紫砂的陶制品 来当作自己居家的收藏品 再来第二个 因为它这个紫砂 它本身的五行是属土 红色又代表是火 那再来就是说 那土又会来生金 所以它一连串的五行相生 红色的火来生土 土来生金 自然而然这个红紫砂 它就代表着富贵 往上串的一个吉祥的寓意 好 再来以皮修而言的话 我们通常都会建议 我们要摆放一对 因为一对代表一只公的 一只母的 每个人各司其职 公的皮修呢 它负责帮我们招财 代表着财 那母的皮修呢 代表帮我们手裤 代表着裤 再来这一对皮修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头 头顶的金罐 那这个头顶的金罐 再搭配上它两旁的 这个翅膀的话呢 就代表就是说 我不仅我的富贵 我的功名 而且我赚钱的速度 非常非常快 最后在这整个正法 一个灵魂的角色呢 就是在于这个黄玉的聚宝盆 放上了五行的这个碎石 搭配上这个黄玉球 透过五行相生 一种自然而然的 大自然的能量 它就能够把这个 土里面的财 给激发出来 那这一对皮修的摆正 我们可以放在什么地方 刚刚介绍的是 这个大门的煞气 所以我一进家门 玄关的位置 如果说摆放一对皮修 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 化解门口的煞气 最重要的 它化煞之后 化煞之后 还能帮助我们招财 以上这个特别的正法 提供各位朋友作为参考 谢谢老师 来 我们接下来请 Amanda老师给我们塔罗占卜 未来一个月 我会在哪边致富 哪一支股票还是房地产 真的 好 来 请两位来宾 还有电视前面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凭第一直觉 从1号到5号 任选一个数字 4号 4号 谢谢 3号 1号 3号 那我选5号 好 都选好了 那我们 我比较保守在后面 真的 那我们就从最保守的 赌灵哥选到的5号 开始看 选到5号的朋友们呢 我们说是 内心世界自在满足 其实是有90分号 对 就像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 你看 好 欣梅啦 稍微或是 老师分享了这种 买房子的这种 这么精彩的故事 赌灵哥 房子 买房子吗 对不对 早就已经买到够了 所以内心是非常的满足 而且再抽到这张牌 代表未来一个月 内心世界很享受 现在的生活 身体也非常的健康 一切都非常好 所以有90分 非常的恭喜 满足小确幸 我们来看 新梅抽到的4号牌呢 我们说是身体健康 能够充分的休息之后 得到身体的健康有70分 因为其实你看 你说打拼事业 要有未来的这种 种种的计划 身体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所以收到这张牌 代表未来呢 身体就是自己的财富 只要身强体健 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也非常的棒 接着呢 我们来看 这个邵伟跟李星老师 就是抽到的3号牌呢 我们要恭喜的是 桃花蕴强 人见人爱 你桃花蕴强 非常好 对 就是抽到这张牌代表 你想要求感情的话 感情一定是有春天的来临的 那你说用在工作事业上面的话 你种种表现 你会觉得贵人蕴特别旺 而且可能是一些 这个 这个戏剧的演出啦 主持啦 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的喜爱 这个桃花蕴非常强 非常的恭喜 接着呢 我们来看没有人选的2号牌呢 如果抽到2号牌的观众朋友们 是职场上面能够大权在握 好很多新的工作机会 或是现在的工作表现 也是有目共睹的 非常棒 有80分 最后呢 我们来看到是这个 张胜书老师选到的1号牌 我们要恭喜的是 无心包造财运旺盛 这个未来这个财富 是我最好的一个朋友 恭喜100分 谢谢老师 来 观众朋友请注意啦 好玩大放送 我们要送出 富甲红金宝 皮修百正 有趣的观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 请上脸书的官方粉丝页 就有机会参加抽奖 可以得到喔 谢谢老师 谢谢来宾 感谢您收看 下次同一时间 请主持人收看 命运好好玩 拜拜 拜拜